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139页 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个事件独立的条件之后 那么如果其中有一个是鱼事件或者是补事件的时候 和另外两个事件,它们是不是会是独立呢? 我们参考我们右边的图形6,我们来做个检查 我们要来检查是什么 P的A'交B交C 会等于PB交C减掉P的A交B交C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对照旁边的图来看 A圈圈是红色的,B圈圈是蓝色的 C圈圈是这个土色的 好,它们各自都有两两交集 那么中间这一小块就是三个的交集 所以这时候左边A'交B交C什么意思 代表说在红色圈圈的外面 注意哦,红色圈圈的外面 又要和B和C发生同时的交集 所以在红色圈圈的外面和BC发生同时交集的 就是这一小块 对不对,这一小块 好,老师打勾的这一块 好,那么这一小块其实也可以写成什么 就是B交C,注意B交C是不是这一个 B交C是这个好像一个比较狭长的 对不对 剪掉中间这一小块 哦,这一小块是三个人都有的 那么就会等于什么 就会等于我们的这一块打勾的 少上面一块,然后呢下面过来 所以我们以图形面来看 A'交B交C 会等于B和C这个大的交集 减掉三个的交集 好,又因为他们都是独立,对不对 所以PB交C等于PB乘PC是没有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 再来三个的交集也会等于三个的几率相乘 所以这时候把它带进来 PA'交B交C就会等于PB交C 减掉PA交B交C 这个式我们从上面已经有了 对不对,把它拿下来用 好,然后把这个写过来 两个相乘,PB乘PC 这边就变成什么 三个相乘 所以这时候请你把供应数提出来 PB、PC 就是一个什么 供应数提到这边 剩下什么 前面提完剩下1 后面就是剩下PA 变成1-PA 那么1-PA是什么 就是A'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哦,原来PA'交B交C 我们可以经过 这边的集合图形上的一个判断 可以得到它的结论 也是PA'乘PB乘PC 所以也会符合什么 独立 也会符合独立 好,那么既然A'可以这么做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下面以此类推 当ABC独立时 A'B'跟C 也是独立 两个有余集合不集合的时候 那当然 三个的 余集合不集合 A'B'C' 也会是独立 所以大家就要记得 你只要看到它符合独立 就是说 这三个的交集的几率 会等于个别的几率的相乘 就这么样一个简单的式子而已 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 交集会等于个别相乘 下面刷内容 请看到 洛杉事件独立 PA三分之一 PB五分之二 BC二分之一 求PA'将B'将C'的几率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利用到我们的上面的三四件独立的一个条件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写成什么 就直接去写成PA' 把这个就直接写成PA'乘上PB'乘上PC' 好 PA'多少 PA三分之一 所以PA'就是三分之二 PB'多少 PB五分之二 所以PB'就是五分之三 好 PC二分之一 当然PC'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手要内写答案很简单 一句话 三分之二乘五分之三 乘二分之一 答案就是五分之一 就一句话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计算过程其实就很简单 但是要搞清楚 我们要拿什么来乘 然后要经过相减 或者是不要经过相减 就是把这些差异性掌握住 这样了解了吗